大家好,我是马克 之前说到很多私信说想要看照片打印机 所以这一次我买了4台千元内的照片打印机 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我们这次选的是599元的米家ES 749元的极印 869元的佳能 899元的富士小翘印2代 首先来测试一下他们打印同一张照片的速度以及噪音情况 选择照片是一张我个人的半身照 这也是大家平时打印比较多的照片类型 可以看到速度最快的是佳能 第二名是富士 第三名是米家 最后一名是吉印 不过大家的差距其实不算太大 然后是噪音分贝数 富士相对比较低 只有64dB 其他三款都差不太多 吉印是69dB 佳能是71.7dB 米家是72.8dB 之所以打印速度和噪音差距不大 我猜测是因为这四款照片打印机都是用了热身滑原理 这种技术的缺点就是打印速度慢 而且价钱贵 成本高 但是颜色质量还不错 所以一般专门用来打印照片 而且他们的质感摸起来也很不错 不是景区里面那种很廉价很色的质感 因为四款照片打印机都是通过热身滑 可以自动覆盖保护膜 官方的说法是可以反水溅 反指纹 反氧化 那我也都去闻了一下 发现闻起来也没有什么意味 我们再多打印几张色彩比较多的照片 来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差距 因为相机直接拍照片我怕拍不清楚 而且相机多多少少可能还有一点色偏 所以所有的照片我都会扫描成电子版给大家来做展示 不过我们公司这台扫描机也不是很贵 大家手机看到的肯定和我肉眼看到还是会有一定差距的 而且还牵扯到打印色彩模式是CMYK 电子设备的色彩模式是RGB 这部分原理展开讲 估计10分钟也讲不清楚 而且我们实际使用也就是手机打印照片 不会专门去做什么复杂的色彩空间转换和色彩重新映射 所以以下结果还是以肉眼为主 视频展示画面为辅助来为大家讲解 因为各家厂商都宣传他们色接等级有256级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四张灰接图的差距 可以明显的看到米家和佳能这两款有非常明显的颜色断层 脊印稍好一些 但也能看到有一定的颜色断层 最好的富士几乎看不到任何断层 同时对比我们电脑灰接图圆图 通过电脑颜色矢量图可以看到 为打印前的颜色矢量图应该正好在中间十字的一个点 而米家有一点往肤色 也就是红黄方向偏移 脊印则是向青绿色方向偏移 佳能则有一点往黄色偏移 富士也有一点向黄色偏移 但是明显偏移较少 仍然是四款里面整体偏色最少的 接下来我们再用一张EBU测试图来看一下具体各个色彩的问题 当我们把四个照片打印机打出来的EBU测试图分在一起 我们肉眼就能很明显地看到各个颜色的区别 比如黄色的部分很明显能够看到 富士的黄色比其他三款要更黄一些 而绿色方面佳能的绿明显比其他三款更厌一些 要想生活过去总要头上有点绿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很疑惑了 那到底哪一个更准呢 其实这个和我们上一期投影仪测试当中是同样的道理 各家对不同颜色的调校是不同的 我们打开EBU测试图圆图 再对比这四家的颜色矢量图 你能准确得出哪一款照片打印机的哪一个颜色更准确吗 那我们再来看几张日常的照片 我们选的这几张图片几乎包含了常见的各种颜色的场景 大家也可以一起做一个参考 首先是一张在室内发布会现场的半身人像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我本人还是非常认真严肃的 但从四台照片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和圆图相比的话 衣服的部分佳能相对比较接近 但对比度要更深 其他三款的衣服颜色都有一点发挥 在人脸部分 圆图肤色对比度要更高 但四款照片机打印出来的照片对比度都相对较低 特别是富士 本来黑色的头发都已经有点发挥了 我们再来看一张白天的半身像 可以看到我很开心地比了个夜 圆图的肤色还有一点点发红 我那天的皮肤状态可能是不太好的 米加和吉印这两款还原的都还不错 但富士这一款和圆图比的话 肤色整体发黄 而佳能明显让我整个脸都白了 AK爱生活的小白脸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么白的脸色的 但不知道女孩子是不是喜欢越白越好呢 那我还测试了其他几张照片 由于时长的关系 我也不一一和大家讲解了 大家可以自己对比看看 最后这四款照片打印机色彩方面 我还是想多捣捞几句 一开始我就说过了 热生活原理打印的照片色彩相对是较好的 就我个人而言 当我没有那么认真地把四款照片打印机 打印出来的照片放在一起 仔仔细细去分析 真的很难分辨出它们颜色上到底有什么区别 反正乍一看都还挺不错的 并且色彩是主观多样的 没有标准化的概念 我很难帮大家在这细小的差别当中 选择出谁好谁坏 大家也可以谈一下自己喜欢哪一款 以及为什么 聊完色彩我们再来看一下清晰度的区别 我打印了一张有文字场景的照片 放大到177%之后 可以看到大家的清晰度 其实相差都不太大 文字依然很清楚 测到这里大家可能就疑惑了 按照你马克说的 色彩个人喜好 清晰度区别不大 那这四款我还是不知道怎么选 别急 有区别的来了 耗材方面 小米是59元40张6英寸相纸 加一个色带 一个色带呢是可以打印40张 换算下来一张的照片成本是1.47 急印是69元40张相纸 加一个色带 单张照片成本是最贵的 要2.8毛 在我们研究耗材的时候 我看到有人说 这种热升华原理的色带 会有泄露隐私的风险 如果用完之后 有人把色带拆开 把三色纸贴在白光屏幕前 可以看到你打印出来是啥 不过我真的试了一下 好像啥也看不出来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有什么问题 在APP操作上 这几家其实都差不太多 都有自带的一些简单修图功能 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 用专门的修图APP 修好之后再打印 但是有一点我个人不太喜欢 就这四个APP默认打印照片 都会有裁切 每一次都必须手动调整 不裁切才可以 这一点真的让人非常的郁闷 尤其是打印多张照片的时候 要一张一张的去调整 实在是太麻烦了 其中富士是最反人类的 我已经在APP里面设置了不裁切 但是打印出来照片还是裁切了 为了能够更清楚的看到照片的边缘 我还专门给每张照片 加了边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裁切情况非常明显 同样反人类的还有佳能 充电器大小快和打印机一样大了 都1202年了 充电器就不能做小一点吗 而且我还发现了一点 小米和吉印APP设计非常的相似 尤其是打印照片的时候 CNYK原理的展示流程简直是一模一样 两家包装盒上的生产商都是同一家公司 但是这两款机器也都有让我非常不满意的点 吉印这一款使用安卓手机打印的时候 你是不能一次性选择所有你要打印的照片 只能一次一张的打印 关于这个问题 我也咨询了一下他们官方客服 客服回答我说他们所有手机都是不能够多选的 言辞非常的确切 但是我实际测试当中 苹果就可以一次多选 所以客服的业务水平真的是让人着急 而小米是这四款里面品控最差的机器 我刚刚收到货的时候选择多张照片用米家APP打印 结果它竟然自动卡纸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张照片完全失败了 那最无语的是它的色带也完全卡住打不开了 在客服的指导下也没有能够修好 最后客服是决定给我退换货 虽然我个人是挺喜欢米家的东西 但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那到这里所有的测试都已经结束了 关于这四款照片打印机 其实从打印出来的照片来说 区别真的不是很大 仅从我个人而言 我可能更喜欢富士一些 但是从价格来说 我个人会更推荐米家599元的机器价格 每次单张一块四毛七的耗材成本 年轻人的第一台照片打印几码 当然希望你们不会和我一样买到卡纸的机器 其实在这个时代 还会将照片打印出来的需求已经不多了 很多人也会说 需要的时候我淘宝找个店 打印照片很便宜也方便 但是我还是想说 如果你和我一样热爱生活 用心生活 我还是会把他们推荐给你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你会用它打印照片 让它帮你记录下生活 这些照片打印机 我都会收拾一下 然后送给大家 我是爱称虹马云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